老公有特殊癖好,常带我去同家酒店同间房,得知背后真相,我吓得全身颤抖。 我经历过一段失败的婚姻,现在回想起那段痛苦的记忆,我还是会忍不住哭泣,前夫是我的初恋,也是我的第一个男人,但我万万没想到他会背住我出轨,出轨后不仅不思悔改,反而变本加厉。 那一次,他动手打到我不能下床,我忍无可忍提出了离婚,没想到我付出了自己的全部却得到如此悲惨的结局。 离婚后,有一段时间我都不敢接触异性,内心有一种恐惧,直到后来,我遇到我现在的老公,是他让我冷冻的心开始慢慢融化,他走进了我的世界,我的内心。 第二段婚姻就此开启,我们结婚了,婚后生活波澜不惊,但我想守住这种简单平淡的幸福,婚姻中哪有那么多的风花雪月,我只要平淡幸福的生活就好。 结婚后,老公对我也呵护被制,当初我们在一起确实付出了很大的勇气,我问他介意我二婚吗? 他说他不在乎,但他们家人却非常反对我们在一起,婆婆更是说出让人难受的话,说我是个不要脸的老女人,把他儿子骗走了。 但老公说没关系,他母亲的话让我左耳进右耳出,不要在乎其他人的风言风语,生活是过给自己的。 婚后,老公虽然对我不错,可我慢慢发现他有个比较特殊的癖好,每过几天,他要和我过,夫,妻生活,时,他都会订好同一家酒店,预定同一间房子。 我问为什么不在家里时,老公说他喜欢在酒店的情调,不过话说回来,酒店的氛围确实好,后来我也就不以为然了。 但为什么选同一家酒店,同一间房间,我就有点奇怪纳闷了,一问老公,他也直直无无,闪烁其词,说他在这家酒店有会员。 每次在酒店的时候,老公都会拿出一套内衣内裤,说是给我准备的,让我穿上,他说他喜欢我穿着那身衣服,我穿上特别性感,特别有魅力,既然他喜欢,我也就投其所好,每次去酒店时,他都会提醒我戴上。 直到后来有一次,我碰到他同学,才听说老公之前谈过一个对象,但因为家里人不同意,他女朋友自杀身亡了,后来老公再没谈过对象,直到遇见我,还说我长得很像老公的前女友。 我突然有不太好的预感,决定调查一番,后来我自处打听,通过老公他同学,找到他前女友的朋友和闺蜜,从他们口中打听到一些事情,我崩溃摊坐在地。 没想到老公和他前女友之前经常去我们现在常去的那家酒店,那些房估计他们也经常预定,他前女友的闺蜜还告诉我,我手上的那套内衣裤,就是老公每次让我穿的那套,他很确定就是他前女友的,我再也没忍住,瞬间嚎啕大哭了起来。 原来我一直都是老公前女友的替代品,就连带我去酒店开同一间房都,是他和前女友以前一直去的,那套内衣内裤还是死人穿过的,现在想起来我就吓得浑身哆嗦,老公怎么可以这样对我? 朋友们,你们说我现在该怎么办?要不要离婚?现在一想起来,我就恐惧害怕。